经常腰痛怎么办 腰肌老损腰秃秃怎么办 今天教你一招就解决 我经常在公园里面看到很多人 喜欢扭腰转腰 实际上从腰的结构上来说 我们经常转腰扭腰 其实无形中就给我们的腰部 带来一层伤害 因为我们腰部的结构 它是不适合我们去扭动的 我们的腰椎和髋关节 很多家人都知道 有一种病叫做骨骨头坏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髋关节它的受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总是喜欢侧着睡 所以它的成容点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的腰椎和髋关节上 那么今天咱们就锻炼这两个点 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大家跟着我 咱们一起来锻炼一下 动作非常简单 咱们只要在家里找到一面墙 或者是在外面找到一棵树 找到一把凳子 我们扶着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去锻炼 我们的髋关节和我们的腰椎呢 因为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位置 给它矫正过来 你像我们整个腰部宽部这个点 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 受力点都在这个上面 时间长了它就会错背 错背了你还天天走路 内置错了 里边的毛细血管 包括肌肉筋膜肌腱都会受到伤害 身体受到伤害 里边的营养呢就供应不上 时间长了 骨骨头坏死了 所以我们呢就要用今天的这种方法 去锻炼一下 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 是非常好的甩腿的动作 每天只要甩一甩 我们的背部啊就不会感觉那么累了 而且同时呢 咱们整个筋络呀筋膜呀 就给它都拉开了 筋络打通了 同时呢你的腰部也会越来越好 首先呢我们一只手啊 撑住墙 然后呢我们把身体啊 这样靠上去 你看这样靠上来 然后呢我们一条腿啊 抬起来 向后侧去甩动 大家看啊 那么我们在甩的时候呢 我们的腰要和我们的腿啊 要一起去甩动 你看我们在甩的时候 我们这个腰部啊 它无形中就给拉开了 里面的肌肉和筋膜 它就形成了一个矫正 所以呢我们在白腿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啊 做了一个扭动 利用我们腿部的惯性呢 把我们的身体啊 一起这样来回的去扭动 在我们这样扭动的时候 就把我们整个侧腰的这个肌肉 给它拉开了 做的时候咱们两条腿啊 对我轮流去做 刚开始呢 我们做5到14就可以了 幅度呢要稍微小一点 慢慢的我们循序渐进 次数上也是要循序渐进 我给大家做一下 好 换另一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个动作第一个呢 就是拉开我们腰部的筋 以及我们肌肉上的这个筋结 第二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啊 在摆动的时候 拉开我们挤住中间的这个缝隙 所以说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你会感觉整个腰部啊 都会非常的通通 那么第二个动作 同样我们要找到一面墙 我们一手呢扶住墙 然后呢一条腿站立 另一条腿呢 我们进行一个前后摔腿的动作 另一只手呢 我们背在身后就可以了 好 我们自然的去甩腿 然后呼吸呢 我们自然的去呼吸 那么在甩的时候 我们的腿甩多高呢 我们能甩多高 甩多高就可以了 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甩腿的时候 我们站立的这条腿 这个脚尖 我们不要外扒 也不要内扒 始终脚尖的冲向正前方就可以了 在我们甩动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给我们的骨骼 进行了一个矫正 还有一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呢一定要带上一个 这样的发热护腰 这个护腰呢 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支撑作用 大家看一下 它里边呢都是这种带钢板的 能够非常好的 让腰椎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同时呢 它还能给我们的腰部 腹部起到一个自动发热的效果 咱们贴身戴上它之后呢 就能够给我们的腹部和腰部 自动的发热了 戴上护腰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能对我们的腰椎 脊柱起到一个更好的矫正作用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 还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我们这个脚尖 一定要绷直啊 脚尖要绷直 好 那么如果大家感觉这个动作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评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没有关注的 点一波关注 没有点赞的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好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